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這集的節目 我們為大家介紹 兩個很詭異的預言 到底有多詭異呢? 大家看完就會知道了 我們首先來介紹第一個預言 第一個預言 是一部迪士尼早期的黑白狗動畫 這部動畫距離現在接近100年 整部動畫總共有兩分多鐘 處處透露著一種詭異的氣氛 這部動畫一共分為8個場景 每個場景都有一段字幕作為開場白 對這個場景作為一個總結說明 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8個場景的情節 第一個場景的開場字幕是 如何尖領世界 這是這部動畫所揭示的主題 就是預示著深層政府黑暗勢力 最終是如何統治全人類的 第二個場景的開場字幕是 引入流感生化武器 動畫從這裡開始揭示黑暗勢力 為了統治全人類所使用的手段 就是利用生化武器製造或散播一種 傳染性極強的可怕病毒 然後就利用這個病毒來控制全人類 這不禁令我們想到現在正在爆發的全球大瘟疫 全球已經有大量的政要和專家 站出來指證 造成目前全球大瘟疫的COVID-19 就是中共一手製造的生化武器 它故意將病毒散播到全世界 而且中共利用這個病毒 與深層政府互相勾結 蝕取了美國大選 又利用這個病毒進行全球大重溝 關於這些在我們頻道以前的節目 曾經大量揭露過 有興趣的話可以回頭看回我們前面的相關節目 這裡就不多說了 動畫由這裡開始 就預言了2020年的COVID-19大爆發 並提前一百年 揭示了中共與深層政府黑暗勢力 互相勾結 網圖利用病毒控制全人類的驚天陰謀 我們跟著看下去吧 第三個場景的開場字幕是 令新聞媒體充斥著死亡信息 這個與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情境一模一樣 從2020年起 新聞媒體就開始散播死亡的信息 方大病毒的可怕 利用大家對病毒 對死亡的恐慌來恐嚇全人類 讓人類乖乖地聽從他們的安排 他們利用人類的恐慌來無限 方大自己手上的權力 實行大政府主義 控制每一個人 一步步剝奪人類的自由 甚至是最基本的人權 達到他們不為人知的目的 他們正在這樣做 第四個場景的開場字幕是 要商店和教堂關閉 在這個場景裡 背景音樂不斷重複著一句說話 記得戴上口罩 記得戴上口罩 在這個場景 可以說我們太熟悉了 完全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情境 那些深層政府極左勢力 利用人類對瘟疫的恐慌 首先給中共利用手上的極權 在武漢成功實行大封城 然後紛紛操作中共的做法 全面實行封禁政策 左派政客以疫情為理由 無限方中政府的權力 限制人民的自由 甚至開始干涉百姓的私生活 將權力蔓延到百姓的家裡 很多專家都作出警告 相應的封城措施 其實對減輕疫情的傳播 並沒有很大作用 但是就增加了人類更多的壓力 破壞了社會經濟 得不償失 但是美國的極左派政客 並不想聽取科學界的不同聲音 一意孤行地 沿用大政府管制辦法處理疫情 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借助疫情 推動全球大重構計劃 他們比誰都清楚 去年美國就發生過一些非常可笑的事 譬如加州州長劉森 強行推行封鎖政策 強迫民眾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但是自己就和同僚 在公眾場合 大搞生日聚會 而且更可笑的是 劉森還做了一個無恥的規定 他說為了避免疫情傳播 必須要強制關閉所有非必要的行業 只是准許必不可笑的行業營業 這個非必要的行業包括什麼呢? 包括教堂、餐館等 這些都是必須強制關閉的 而這個必不可笑的行業 又包括什麼呢? 大家認真聽著 這些必不可笑的行業包括 脫衣母俱樂部 墮胎診所 大麻販賣點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正常營業的 由此可以知道 這些左派政棍 以及他們身後的深層政府勢力 到底是什麼課息? 他們就是要用各種手段 強迫民眾遠離神 將民眾投入魔鬼的懷抱 實行他們的全球共產主義惡夢 一位加州的牧師麥巧伊 為了令教堂能夠開放 就將他的教堂註冊為脫衣母俱樂部 就是這樣 教徒才能到教堂重新做禮拜 對此麥巧伊憤怒地說 那真是瘋狂呀 去年維加諾大主教 在寫給特朗普總統的公開信裡說 直至今年2月 沒有人會想到 在我們所有城市裡 市民只因為想走上大街 想呼吸新鮮空氣 想保持營業 想在星期日去教堂 就會被捕 而現在 這種情況正在世界各地發生 這部動畫中所說的 要商店與教堂關閉的情景 在現在已經完全應驗 真是令人無骨悚然 這部舊動畫 與光明會的卡牌非常相似 它研究的是預言 還是提前揭露了黑暗勢力的陰謀 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斷 我們接下來 再看看這部動畫的第五個場景 第五個場景的開場字幕是 用執法手段鎮壓異見分子 這可以說已經正在發生 極左勢力 利用疫情的恐慌 藉助政治正確 瘋狂地迫害愛國者 打擊甚至暗殺與他們正見不同的保守派人士 他們大搞取消文化和言論審查 正在將自由民主標竿的美國 推向邪惡的共產主義深淵 第六個場景的開場字幕是 四處宣揚疾病和死亡 這已經發生了 黑暗勢力一直在極力誇大和宣揚這場瘟疫的可怕 擴大人類心目中的恐慌來控制百姓 順利地推行他們的計劃 第七個場景的開場字幕是 注射疫苗對工作人員進行消毒 被老年人安樂死 這個開場白很可怕 有些事被認為是陰謀論 對待陰謀論 我們的看法是 不能說陰謀論都是真相 但是所有真相在被證實之前 都曾經是陰謀論 所以對待陰謀論 應該保持客觀公正 不能不加以思考 就全盤接受 同樣也不能一概地反對打壓 甚至嘲笑 這就是過於狂妄和愚蠢的行為 甚至是別有用心 對黑暗勢力要時時保持警覺 目前這個場景還未正式發生 所以還是等待驗證 不知道未來 這種可怕的事件 會不會發生 但是目前黑暗勢力 確實試圖在幕後 強制推行全民疫苗接種計劃 他們正在推行疫苗護照 健康身份證等手段 來強制全民接種疫苗 未來不接種疫苗的人 將不准許他們出入任何公共場所 不准許他們工作、上學 甚至不准許他們走出家門 將無法在這個社會上生存下去 這是非常可怕的 不過這些正在慢慢成為現實 目前中共已經在這裏做了 西方的一些民主國家 也開始準備這樣做 最近法國的馬克龍 不是正準備強制推行這種可怕的疫苗護照嗎? 法國人這幾天 都大量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反對馬克龍 可以說這是黑暗勢力 接下來就要實施的計劃 是他們下一步要做的 在去年的10月25日 天主教駐美國前大主教 卡洛馬里亞維格洛 向特朗普總統發出了第二封公開信 他在信中詳細地揭露了深層政府 藉著疫情實施的全球大重構計劃 這個全球大重構計劃 在疫情的掩護下分幾大步 第一步利用疫情的恐慌 借助所謂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的爆發 一步步升級封鎖 跳過憲法限制百姓的自由 最終完全剝奪百姓的人身自由 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會借機跨越憲法之上 無限擴大政府權力 最終令憲法失去意義 從而廢除自由民主 實現獨裁 第二步他們借助疫情 關閉營業場所 令經濟停頓 令所有中小企業 捱不過這個過程而倒閉 最後 只是盛低深層政府所操控的 那些大企業大財團 壟斷一切資源 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將世界財富重新分配 都放入自己的荷包 就像中共當初建國時 施行的所有企業國有化一樣 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人為此挑起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同時以確保全民收入 取消個人債務等手段作為利誘 有使民眾想吊 最後政府完全掌控了財富的分配 從而剝奪民眾的私有財產權 第三步 推行全民疫苗接種計劃 利用疫苗綁定每個人的數碼身份證 強制推行疫苗護照 對每一個人進行全方位監控跟蹤 到了這一步的時候 人就再不是人了 幾乎被奪走所有的自由和權利 成為他們手上完全掌控的機器和工具 所以我們再看最後一個場景 通過以上的步驟 一步步實施他們的計劃 達到最後控制地球上的每一個人 包括你 當然 這一步只是一百年前的舊動畫 但是就跟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恐怖地重合 到底是預言 還是巧合呢 或者說是提前揭示了黑暗勢力 將要實施的驚天陰謀呢 這就讓大家自己去判斷 接下來我們再簡單介紹另一件詭異的事 2012年的奧運會在倫敦召開 在當時的開幕裡 英國為奧運會所精心準備的節目 是奔向2020年的遐想 這個節目非常詭異 整個節目都籠罩著一股陰森恐怖的氣氛 這與宣揚積極主義的奧運會 似乎風格不符 節目中群魔亂舞 瘟疫之魔襲擊著人類 巨大的死神操縱著一切 然後是一排排的病床 充滿舞台的 有數不清的病人 和手忙腳亂的醫護人員 混亂和尖叫聲充斥著整個會場 這個節目所表演的場景 和2020年所發生的全球大瘟疫情境 極其相似 而且更詭異的是 這個節目的名稱就是 奔向2020年的遐想 2020年最後一個月 12月20日 英國變種病毒大爆發 倫敦封城 民眾大逃亡 目前英國的疫情依然非常嚴重 正在迎接第二個大爆發高峰 有一些事 我們沒有辦法去解釋 可以說是預言 也可以認為是黑暗勢力 早已醞釀的陰謀 又或者可以說是上天提前給人類的警示 當然也可以認為這些都是巧合 其實阿南德去年就曾發佈過一個標題為 根據占星術 2020年到2021年世界的未來的預測影片 阿南德認為 屆時將會有新的病毒 或者是超級細菌出現 這個恐怕會影響到人類的免疫系統 而受影響的範圍遍及全球 看來阿南德的這個預測 已經正在應驗之中了 隨便開始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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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